中共六中全会召开前夕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文化高地正崛起的文章 大战重庆的唱红歌 读红书是畅想了社会主义的主旋律 报道再次引起舆论界 对当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 和重庆是一把手薄熙来仕途的舆论 不过学者们表示 这是文革的在线 中共穷途末路的表现 人民日报文化高地正崛起这篇报道 赞扬重庆市畅响主旋律 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时政评论家伍凡认为 人民日报给薄熙来加油打气 凸显中共内部权力的决斗 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 有没有天天唱主旋律呢 有没有唱的红歌呢 好像没有嘛 就重庆这一块嘛 我想光靠共产党吹访 靠这个江泽民来支持 这个不许来 命不长的了 吴凡认为中共又搬出文革那一套 说明中共真的是要毁灭了 人家一定会反抗啊 在三十多年前 那个唱红打黑比现在还厉害啊 全部都唱了 这些东西都是违背 老百姓的心愿了 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啊 那共产党真是快 快走到绝入了 他没东西了 拿不出任何东西了 那拿毛泽东东西出来了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 也向新唐人表示 所谓的文化改革 是文革的一个翻版 重庆市的唱红歌 读红书 是想用原来的方法 赌老百姓的嘴 为权贵们的腐化堕落 提供环境 他要回文革又回不去 事实上这个红歌这种东西 很难这个情绪下去 因为他是要靠这个政府 靠这个政府的思源 重庆市搞唱红歌 把这个电视台的广告 拿掉啊 占用这个上班的时间 同意服装 这种花费啊 这种资源的消耗啊 都是十分巨大的 中国呢 已经有过一起文革了 它成为主权 从因为中国 又下个文革 下个八五时代 复辟造成 前北大新闻系教授 焦国彪则在 《我为什么不担心毛左复辟》 一文中写道 毛时代的五种政治建民 加上被株连的亲属 直接被毛左祸害的人 不下一意之多 从毛时代走出来的 其他记忆人 政治上 虽没有遭受大伤害 起码遭受过毛时代的 物质匮乏之苦 和视觉听觉方面的人道良知伤害 据张伟国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多元化的成分 越来越大 人们的见识也越来越广 中共统一思想的文化体系 已经崩溃 很多想在十八大 有所表现的中共领导人 企图再一次恢复原来惯用的一套 这期来呢 是这个 输出的就是 汉鸿哥 中国的文革思潮 这个富贵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包括左派呢 也这个 功难把他当作 这个 一个 新的领袖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这个 在这里呢 中国这个社会啊 失去了一个发展方向 来从这个 十字路口啊 从上到下 都很难 除了 既得利益 一款特权阶级 抓紧 这机会 去捞一把的话 其他的他们都不管了 据张伟国观察 薄熙来在国内外媒体 大造声势 企图使他的影响 盖过当政八年的胡温 不过 吴凡认为 薄熙来的做法 只会把人吓跑 有钱 有本事的人 会抓紧移民外国 新唐人记者刘慧 李若琳采访报道 一个 火创